不是認真 通常是玩一下人 不是玩弄人感情 我純粹是玩他那一隻 當然有啦 經常都中 那時候約了女孩 之後女孩跟照片不同 嘩 給你你都死了吧 你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有勝出 我好知 我是Crystal 我是Godric Godric 有一個問題你老實答 可以 你有沒有玩過交遊app 有 很快啊 很平常啊 這個年代你沒有嗎 我也有玩過一下 玩過一下 然後就沒有了 對 然後成功就沒有了 你搞笑的 不是在app上認識的 Anyway 你玩什麼app 我自己比較大陸 都是和大家一樣 就是選擇Tina 這類比較主流的app 是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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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覺得都難用的 為什麼 認識別人我覺得比較容易 但是認識完之後 你究竟可不可以跟他有進一步的發展 或者是 就算不是情侶都可以做朋友 這件事我就覺得難了 難啊 深入的了解一個人 不知是否相關一下就可以了 是啊 不過這個只是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不知道大家是怎樣的 不如我們一起來看看大家是怎樣的 那時候很流行的 我單來錄過兩下 就見到自己的朋友 那個什麼 Hey Mandy Good Night 那些 我聽過Omi Omi 探探那些 探探是什麼 交友apps 又是玩Good Night 就是玩人的那些 假裝跟他有交流 好像很受溝 然後就突然說 Hey Bye Bye 這樣 不是認真的 通常是玩一下人 我不是玩弄人感情 我純粹是玩他那一隻 嘩 嘩 那個靚妹 吃過我 那他越澄清 越令到這件事 即是和了 他沒有澄清 但我覺得 現在中學生 其實都 經常玩這些 我看來 我是有點奇怪的 完全沒有想過 原來中學生 都會用交友app 而且他是用幾款 Omi嗎 他剛才有說Omi Hey Mandy Good Night WitchE3 搶Omi 之後我都沒有聽過 你沒有聽過 喂你又說你玩開app 我只是說Tinder 很無聊的人 但原來有個懶知性 有一個調查 就發現了 其實香港 有四成的人都是玩交流 那又不是很多 比我看 少過你的月皮 是啊 然後你知不知道 原來最多人玩就是 Tinder一定是 Yes 最多人玩Tinder 然後你有沒有聽過 有一個叫Coffee Meats Baker 我有聽過 但我覺得很煩 就是因為他經常要儲一些咖啡豆 什麼 即是他要儲一些咖啡豆 才可以跟別人混合 其實都是跟Tinder 哦 即是他不讓你很抱 是啊 他可以收你錢 如果你很想要混合 別人就要買他的豆 會玩東西 哦 即是要課金 你才可以認識 但不會想課金 那挺有趣 這個是一個挺好的賺錢 你還要開個 Snap Us 剛才有個男生說什麼淡淡的 這個我都沒有聽過 有點像大陸 是啊 我都說 所以聽下去我都沒有聽過 我發覺現在 除了真的用App去交友 很多人是在那些討論區 或是怎樣 有興趣認識人 App我入group 那些 即是Line Group Telegram Group 對呀 即是交友group 哦 然後那些人就會在自己的交友group 自己是幾歲 什麼年齡 什麼年齡 然後三個 升座 三個興趣 升座 這樣 然後就很多 我覺得很多 大學那些很多 是嗎 對呀 我覺得這件事很奇怪 不過都 OK Anyway 但是我剛才有看一條影片 有一個人就說 看到一些認識的人 對呀 在App上面 你有沒有這種情況 當然有 你會覺得怎樣 尷尬的 又不會的 我覺得大家 各自賺錢而已 不用管別人 是不是 但是最尷尬的地方 是不是 可能明知道 你明知道那個朋友 在拍拖 然後 但是你在那些交友App 看到他 我都試過 你試過 然後你就不知道他是 什麼想法 我會覺得他被人偷上 哇 你是好朋友 來的 你是 永遠站在朋友那邊 是嗎 OK 你是好朋友 真的是好朋友 但是 你會不會 你玩家 你會跟別人說 我正在玩 你會不會 覺得不好意思 就是跟朋友說 對呀 又不會 因為你都反正都會見到 那些朋友 然後我們 那些朋友 看到大家在交友App的時候 很興奮 我們就馬上放在那裡 你在那裡 Whatsapp group 又或者 Tinder的時候 我們就超級喜歡他 OK 因為超級喜歡你會知道 對方會知道 對方會知道 這個人超級喜歡你 當你一看到有人說 有人超級喜歡你 然後一按下去 自己是朋友 然後就吵吼 很歡喜一場 很想要這些反應 就是想看他們的反應 但是其實 為什麼有人玩家有App 剛才那個中學 很明顯 他是想玩人 所以要玩家有App 但是 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有些身邊的朋友 是真的 失戀的時候才會玩 很失戀 就是他們會覺得 失戀 很不開心 然後朋友不斷安慰他 沒有用 你單這個玩一下 散一下心 我真的要找一些代替品 對 但我自己不行 就是失戀的時候 更加沒有這個心情 去認識一個生意 反而 因為失戀的時候 你更加需要多些時間 去沉澱自己 你就會覺得 很煩 又要對著一些人 又要 可能別人不知道你失戀 也會 別人不知道你失戀 就是 認識一個人 聊一下自己的失戀 可能就會走出來 就是免費去找心理輔導 YES 我覺得很多人都是這麼多 其實 很空閒 很悶 想找一個人聊一聊 然後就上交流app 但我覺得 悶的時候就會 可能沒事做 又或者乾了很多年 乾了很久的時候 用交流app 我覺得無可口非 但我自己就真的失戀的時候 真的沒有一樣的心情 你自己呢 你不玩 其實我 我剛才說我玩過一下 我玩交流app 是我在魚人節裡玩的 因為我 你跟那個小妹一樣 沒錯 我跟那個小妹一樣 因為我們想玩阿人 你知道那時候 我也是玩tinder 有報應的 知道嗎 我那時候是玩tinder 然後我就放了一張 我自己 披了的照片 是長頭髮的 然後就放了一個樣子 在一個很可樂的身材 的身材那裡 很多superlight 很多人不停superlight我 然後就有些人說 Sancho or my place 就是這樣 你一知道就知道 一來就是約炮 對 為什麼那些人玩呢 有些是其他目的 但我反而在tinder 比較少遇到想約炮 真的嗎 真的好笑 人是真的認真想 長期穩定的 不是 大部分都是match 然後不說話 就是 一個不說話的狀態 這樣就完了 明白 對 但你有沒有試過中伏呢 我覺得別人中我伏多 應該擺明 對 即是我玩人 騙我 對 照片 照片 不過我比較少 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到 我們馬上看看吧 當然有 經常都中的 那時候 Mad約了女兒出來 之後女兒跟照片不同樣 嘩 給著你你都死了吧 對吧 有一個是 他這樣說自己從大陸來 但一問他的地址 你就知道那些肯定是家暴 他會邀請你去做Facebook 然後他可能是跟Facebook公司合起來 類似投資 中谷來說 理智一點 理性一點 不要用下面想 沒有那麼快尋船 大家都被照片押了 沒錯 因為現在那些年輕人的修圖真的很厲害 對 很多那些 技巧 美白 對 但好像那些苦主都是男生的 我不知道 其實男生都會修圖嗎 男生 會修大隻一點 或者 黑一點 好像有哪些 燈光 最多照下去 朱古力 我想問你 你說Tinder Tinder通常都是看照片為主 我覺得 你有沒有看到什麼人在上面多呢 你覺得呢 我反而覺得Tinder也挺多五官端正的樣子 就是 擺自己最漂亮的那張照片 就是那個樣子是五官端正的樣子 但是Tinder是有得選幾張照片 是啊 如果給你你會選擇 擺什麼照片 我自己呢 先擺自己的樣子 然後擺一些姿勢的照片 然後呢 有一點可能文青一點的照片 因為可能自己覺得自己比較文青 所以就擺一些文青的樣子 就是我又不是夠Sporality 那些 我不是很魅力的那些 所以就不會給你展示肌肉 OK 你自己呢 如果給你選 如果給我選 我會覺得擺貓狗那些會挺吸引 擺同隻狗影相 擺著柴犬 擺著柴犬 就是擺著好像很有愛心 那些我可能會多看一兩眼 還有就是呢 你發現呢 男生被人欺騙呢 除了照片之外 就是真的弱到出來 然後是很多那些什麼 保險啊 美容啊 那些 但是我覺得呢 那些傳銷呢 都有一個特質 其實你聊聊的時候 你已經知道 你一定感覺到 你一定感覺到 你不會感覺不到 因為呢 他們說話呢 偏偏偏 奇怪的 就是無緣無故會 Tag出來說 我有一個產品 就是怎樣 就是啊 我今天呢 我家是做做facial 你可不可以做做facial 那我就 Vive 然後他跟男生講做facial 正常 demonstration男生都不做facial 就是 有好多遠呢 其實 你會這樣 但是我都尊敬所有 依然出去見面的人 是那種信任的勇氣 我覺得 我覺得你依然能夠相信他們 我是尊敬的 不過 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呢 真的很薄 我覺得 當你約到出來 所以我真的不太喜歡交友App 我有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剛才說的中伏位 會被人騙或照片 我始終對別人的信任很低 我不相信 第二就是為什麼呢 我覺得 沒有了那種浪漫的感覺 浪漫? 為什麼沒有浪漫? 你用交友App 就沒有了那種在電梯上遇到 然後四目交頭 你是不是看偶像劇看得太多 近來看什麼偶像劇? 我始終都是一些浪漫主義者的人 我相信一見鍾情 交友App就沒有了這些浪漫的情節 所以我不可以交友App 你出到來都可以再一見鍾情 相片的時候再一見鍾情做一次 現在出到來 原來跟相片一樣 再喜歡也不一樣 但沒有了那種緣分 命運安排 你有沒有看500日的夏天 你好 那種呢 但那些事情就是在電影才會發生的 我覺得不是啊 我相信日常生活也可以發生 阿女醒 而且我覺得我不浪漫這件事 就是看你怎樣做 怎樣談 是嗎? 看你怎樣演繹 你在交友App認識它之後 你可以再慢慢跟它製造一些浪漫的回憶 是的 沒錯的 但是我身邊的確是有些朋友透過交友App而收成功 成功的例子 成功的 真的有成功 是成功的 但是少了一份浪漫 是的 但是那個男士是完全是其他圈子 其他公眾的 就是完全是 如果不是因為App是不會認識到大家 也是的 沒錯 不過記得其實交友App 剛才大家也看到了 很多沉船或者縱復的例子 大家千萬要小心打眼識人 是的 不過我覺得講這個話題一集是不一樣的 是 沒錯 因為為什麼呢? 很多時候你用App 很多時候怎樣開口 怎樣令到這個演繹延續下去 這個很多人都不知道 就覺得Crystal一定要學一下 為什麼呢? 一定要試一下 因為她是不喜歡的 我改變一下她 可能她會很喜歡用 好啊 看看你有什麼符合 所以大家記住看下一集 同時也要記得訂閱 訂閱、留言、讚、讚、分享 CSL 沒錯 按我們的小鈴鐺 我們下一條影片 大家就馬上看到了 下集見了 拜拜 сделал 好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